台中市这名陈先生 他是花了70万元买了一辆国产的新车 但是这个新车呢 一上路方向盘就歪了90度 也没有定位好 塑胶的材质缝隙呢太大 还有点烟器呢也无法正常的运作 他怀疑买到的是瑕疵车 找到了车商来理论 但是业者反驳说这些瑕疵呢 大部分都是可以维修的 但是新车就遇到这些状况 让车主买车的喜悦是少了一大半 交新车第二天上高速公路 走直线的时候才发现说 方向盘要打斜的像这样子 才是开直的 我就很惊讶因为这台是新车 陈先生付了大笔钱才刚买到的新车 一上路却发现方向盘得歪着开 新车出场轮胎没有定位 除此之外在行驶之中 还有一股尖锐的嗡嗡声 好像有蜜蜂在引擎里 嗡嗡声让车主耳朵好不舒服 定眼一瞧 方向盘左边的缝隙大约0.5公分 右边缝隙是0.2公分 车主认为不应该是这样 还有其他的地方像是盖子无法合紧 原本该卡住的引烟器插座也无法固定 让车主问这真的是刚落地的新车吗 他们公司最近有打一个广告 就是说欢庆销售200万台 200万台就200万的故事 然后我的感觉是 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好的结果的 车主在今年买的新车 三个月内就回厂了六次 向车商反映只解决了方向盘歪斜的问题 至于其他问题 车厂表示一切属于正常状况 车主花了七十万元买的全新轿车 开不到多久或许太过爱车找出了各种问题 还好这些小瑕疵车厂及时改正 不会影响行车安全 周年新闻李孟章 陈宇柔台中采访报导